另外乡亲民众还要特别注意的是 泰鲁阁国家公园内涵 合环山区域的雪季时间 除了是雪季的交通勤务之外 泰管处在今年是特别公告了 雪季期间要进入合环山域 或者是泰鲁阁国家公园的管制山域 来进行登山的时候 都需要上官网来线上登记申请 写记切结书 如果没有登记者 在雪季期间的登山申请将不会被受理 泰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 公路总局花莲县政府 因应高山雪季公告12月31日起 至明年的2月28日 为合环山雪季期间 将实施交通疏导管制 并且只要山友申请进入泰鲁阁生态保护区 除依规定申请入园 还必须附加一份详细的登山安全计划书 及雪季登山安全切结书 我们今年的雪季 从110年的12月31日到111年的2月28日 那这段期间为了这个山友的安全 大家可以在网路上 切捷一个雪季的一个切捷书 那这个切捷书后面呢 也有一个装备表 那协据这个山友们 确保自己装备是齐备的 那也呼吁山友在雪季期间要来登山的话 充分的准备是必要的 而且自己的身体状况要予以衡量 毕竟雪季的时候 这个天后的影响是比较危险的 其他的话就是相关的这个防疫规定 大家还是要遵守 那目前来讲 虽然比较空旷的地方是不一定要戴口罩 但是为了防疫上的安全跟自身的健康 我们建议呢 大家还是要遵守 这个一般防疫的指引 确保大家的一个安全 泰管处表示 安全计划书内容包括登山行程 人员雪季登山精力体能 个人以及团体装备 风险自我评估及留守人员等资料 安全切结书则是要由领队或是申请人签名 以事属实及负责 若是山区大雪将市下雪情况公告暂停入员申请 待积雪消融之后再恢复受理 记者淋结秀林乡采访报道